来关心今天三大爆的头条都是 昨天有两架歼11中共战斗机飞越了台湾海峡中线 而国军是立刻就派出了金国号和F-16战机来拦截 并且广播驱离 双方在对峙10分钟之后 共击才返回 接着来看我们的报道 画面上这两架正要起飞的中共军机就是歼11战斗机 而在三月三十一号上午十一点左右 就有两架中共空军的歼11战机 在台湾海峡西南部空域罕见的飞越海峡中线 我方派出在空征询的IDF金国号战机前往拦截 四架F-16战机也紧急升空 并且以无线电航话驱离 澎湖的天宫飞弹连也进入五分钟紧急战备 而越过中线的两架共击并没有进一步深入 双方对峙十分钟后两架共击就返回 并没有出现不友善动作 总统府也谴责中国这样的做法是对区域安全稳定的蓄意挑衅 逾越中线的作为更是对两岸现状的公然破坏 还要中国不要成为国际的麻烦制造者 陆委会则认为北京当局变本加厉 加大对台政军攻势未必统一 由于近来美国军舰九个月已经六度穿越台海 外界就解读美国军舰航行台海将会常态化 而共军这次飞越海峡中线的动机目前还无法确认 不过也引起共军是不是想以机制海 来回应美国军舰频繁穿越台海的联想 而未来共军战机会不会继续有穿越中线的动作 将海峡中线模糊化 值得关注 记者欧云荣中建纲综合报导